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觉得这辆车不喜欢我 试试这个红色按钮 好热 但是雨停了 我们可以把车棚再打开吗 好的 是哪个按钮呢 好的那个 好热 狗爷爷已经把车子修好了 你的车子修好了 好热 真是太感谢你了 不用找 好了各位 我要你猜 某个蓝色的东西 嗯哼 乔治的蓝衬衣 不对 这东西是在车里吗 不是 猜不到吗 是的 天空啊 就是蓝蓝的天空 我赢了 猪爸爸 你知道我们在哪里吗 我知道我们在哪里 但是这条路 看起来好像和地图上的路 不太一样 哦 我说猪爸爸 我们迷路了 我们并没有迷路 但我们怎么从这里 到达缝隙堡呢 再给我一点时间吧 有了 问猪爷爷和猪奶奶 没有必要打给猪爷爷和猪奶奶 就算花上一天 我也会带你们去的 我们没有一天的时间 你好 我是猪爷爷 有什么事 你好猪爷爷 我们在去风蜥堡的路上 有点迷路了 猪爸爸 他是不是在看地图啊 是的 猪爸爸正在看地图 他现在非常的焦躁呢 我没有焦躁 这条是最好的路线 你们只要沿着主干道 一直往前开 就能够看到风蜥堡了 谢谢你猪爷爷 我们沿着主干道开 继续找风蜥堡 和我想的一样 快看 那是做城堡吗 没错 那就是风蜥堡 车车加油 车车加油 你一定可以的 好耶 佩奇和她的家人 终于到达了风蜥堡 哇 这城堡好高啊 我们进去吧 城堡最高处的风景 美极了 你们瞧这景色 妈妈 真好吃 这个煎饼是猪妈妈自己的 好耶 你的煎饼翻得还是不够高 猪妈妈 下一个煎饼就是你做了 这样你就可以教我们怎么做了 真是太好吃了 大家都在看了吗 煎饼要做的好吃的秘密就是 一定要把它们翻得高高的 一 二 三 转圈 你失败了 哦 可能有点太高了 太可惜了 那可是最后一个煎饼 应该很容易就把它拿下来 噢 糟糕 猪爸爸够不到它的煎饼 别着急 猪爸爸 我想我有办法把它弄下来 我们上楼去 孩子们 这边来 猪妈妈打算做什么呢 听我口令 我数到三 我们就一起上下跳 一 二 三 跳 他们在楼上干什么呀 哦 成功了 猪爸爸终于拿到了它的煎饼 爸爸的煎饼掉在他头上了 煎饼上要倒糖浆吗 是的 麻烦你了 一 二 三 转圈 太好吃了 我全身也湿透了 哦 真对不起猪爸爸 我们来帮你擦肝 你也全干了猪爸爸 又干爽又整洁 哦 雨水都进到屋子里来了 这下地板全湿了 真糟糕 我们该怎么办 猪爸爸 不用担心 猪爸爸拿了个水桶 去接地下的雨水 干得好 猪爸爸 小菜一碟 哦 怎么 哦 快点 再去找点别的东西来接水 做得好 佩奇 小菜一碟 妈妈 雷声真的好响好响 没事的 孩子们 你们不需要害怕 我们来看看闪电和雷声间的间隔时间 间隔时间越久 说明暴风雨就离我们越远 一 二 三 四 五 已经到五了 暴风雨越来越远了 看来暴风雨结束了 好嘞 暴风雨过后 花园里布满了泥坑 佩奇最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大家都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我最喜欢暴风雨了 它一来就会有很多泥坑 我最喜欢在泥坑里跳了 哦 糟糕 乔治把海绵掉到泥坑里了 乔治 你看 你又把车子给弄脏了 让我来帮你洗掉吧 佩奇别用那个 肮脏的泥水 哦 糟糕 车子被佩奇用泥水洒了个遍 糟糕 没关系 我们用花园的水管把它冲干净 没错 没错 我去那水管好了 佩奇拿着水管 猪爸爸打开了水龙头 怎么没有水呢 哦 佩奇 停下来 对不起妈妈 哦 猪爸爸 请你快点把水龙头关掉 哦 呵呵呵 不用太担心 哦 天呐 大家都被淋湿了 呵呵呵 至少我们的车干净了 我们也都被洗干净了 哈哈哈 你们去弄干衣服 我来擦擦车 那一会儿见咯 一会儿见 猪爸爸把车擦得很干净 能映出他的脸 呵呵呵呵 一张搞笑的脸 哦 更多搞笑的脸 是佩奇和乔治 哦 还有猪妈妈 好的 佩奇和乔治在帮爸爸收集木柴 用来生火 乔治 我来捡木柴 你帮我拿着它们 呵呵呵 呵呵呵呵呵 收集棍子太好玩了 呵呵呵呵 很好 这些木柴够了 这堆篝火堆得真不错 我来点着它 火柴在这儿 呵呵呵 我们不需要用火柴 爸爸 不用火柴的话 要怎么生火呢 我要用一个老方法来生火 就是通过不断摩擦这两根棍子 爸爸不断地摩擦这两根棍子 来点燃篝火 我在哪里啊 爸爸 就快有了 好诶 小菜一碟 现在我们可以加热番茄汤了 啊 来听听大自然的声音 这是什么声音啊 这是蟋蟀发出的声音 这又是什么 是猫头鹰 快看 它在那儿呢 哇 哇 这个声音又是谁发出来的 哦 我不确定 这是爸爸的肚子 哈哈哈 我肚子的声音 是大自然最好听的声音之一 真意味着该开饭了 我喜欢门茄汤 我也喜欢 哦 看来猪爸爸还有一个声音 也属于大自然 嗯 嗯 怎么了 哈哈哈 来吧孩子们 进帐篷去 该睡觉了 我们不可能都进去的 这个帐篷也太小了 不会有问题的 都进去吧 再进去一点 猪妈妈 爸爸 你太胖了 进不来的 大家叫她沉睡公主 爸爸 她为什么叫那个名字 我稍后会解释 那位沉睡公主长得漂亮吗 是的 她非常漂亮 她喜欢在镜子里看自己的样子 我真是太漂亮了 那还有谁住在城堡里呢 嗯 还有 住在城堡里的另一个人 那就是小王子 王后妈妈 还有国王爸爸 说的没错 他们都住在城堡里 国王爸爸的肚子很大吗 当然不大了 他非常的英俊 就像我 除了他们 在城堡外 有一只龙 恐龙 恐龙 哦 是的 那不是龙 那是一只恐龙 住在城堡外的 是只巨大 凶残的 大恐龙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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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天呐 可能那只恐龙也没有那么凶恶 是不是 猪爸爸 对不起 乔治 其实那是一只非常温和的恐龙 它每天都要吃掉好多的草 哦 哦 猪爸爸 哦 抱歉 我假装自己是恐龙 哦 嘿嘿嘿嘿 爸爸 为什么这位公主要叫沉睡公主呢 我会讲到的 你看 太阳下山了 星星和月亮升起来了 城堡里的每个人都变得很困 但是感到最困的 则是这位沉睡公主 然后你就可以去树屋里面玩了 是谁呀 乔治 哈哈哈 你好 是谁呀 我是妈妈 你的树屋还能让人进去吗 你得说出我的秘密暗号 然后你就可以进树屋了 我明白了 但秘密暗号是什么 我要悄悄地说给你听 秘密暗号就是 爸爸的大肚子 我知道了 请说秘密暗号 爸爸的大肚子 没错 爸爸的大肚子 嘿嘿嘿嘿 我觉得这个秘密暗号不太合适 哈哈哈 妈妈 在你进屋子之前 你必须得把靴子脱掉 当然了 哈哈哈 爸爸也能进来玩 请说秘密暗号 爸爸 我可以说一个不一样的秘密暗号吗 不行 嘿嘿嘿嘿 哦 那好吧 爸爸的大肚子 哈哈哈 说对了爸爸 你现在可以进来了 请把靴子脱掉 嗯 啊 我 我觉得我可能进不了这扇门 嘿嘿嘿 那是因为你的肚子太大了 哈哈哈 我想到了 你可以从屋顶上面爬进去 佩琪 乔治 猪妈妈和猪爸爸都在树屋里了 哈哈哈 奶奶我喜欢我的树屋 我再也不想从里面出来了 很不错佩琪 但是你确定不想到我家来看看我吗 这是皇后的特别椅子 这个叫做宝座 真是漂亮啊 这条是皇后的裙子 这实在太漂亮了 佩琪你瞧 这是皇后的金色皇冠 哇 这东西好特别呀 妈妈 皇后的电视放在哪里啊 他们那时候没有电视机 竟然没有电视 但是他们应该有电脑吧 没有 他们那时也没有电脑 那他们整天干什么呢 哈哈哈哈 妈妈 如果我是皇后 我想吃多少蛋糕就能吃多少 佩琪想象自己是皇后 哈哈哈哈 真好吃呀 您还要来点什么佩琪皇后 好的 再来点蛋糕吧 没问题 大家都来这里 来了爸爸 爸爸 我是佩琪皇后 和我说话的时候记得要鞠躬 哦 我感到非常地抱歉皇后陛下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你的爸爸 嗯 这还有点意思 是的 非常非常有意思 这间房间是干什么的 这间就是恐龙屋了 你说恐龙屋吗 乔治 这就是那间恐龙屋 恐龙 那恐龙在哪里呢 它就在屋子的某处 我看不见它 我想它一定很小吧 是时尚佩琪 它的个子很大 哇 哇 快来乔治 哈哈哈 我们先给冲气泳池冲上气 猪爸爸再给冲气泳池冲气 太简单了 佩琪抓住了水管 然后妈妈打开了水龙头 水在哪里呢 妈妈用水管把泳池灌满了水 佩奇和乔治喜欢冲洗泳池 冰淇淋 冰淇淋 吃卖冰淇淋的兔小姐 冰淇淋 天很热的时候兔小姐会卖冰淇淋 妈妈 爸爸 乔治和我可以吃冰淇淋吗 好吧 今天的天气实在太热了 能给我也带一只回来吗 大家都爱冰淇淋 你好 朱妈妈 佩奇 乔治 你好 兔小姐 你们想要什么冰淇淋 我想要一个冰淇淋球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 佩奇 谢谢 麻烦你 我和朱爸爸也各要一个冰淇淋球 那小帅哥乔治要什么冰淇淋啊 恐龙 你想要恐龙 别闹了 乔治 不管你问他什么 他的回答永远都是恐龙 是吗 那真是太巧了 我这里正好有买恐龙形状的雪糕 恐龙 乔治 快把雪糕吃完 不然要化了 恐龙 乔治太喜欢他的恐龙雪糕了 他都不舍得吃了 谢谢你 兔小姐 祝你们玩得愉快 祝爸爸是真的碰不到自己的脚趾 哦 天哪 爸爸 这样可不太好哦 嗯 也许我是该多做一些锻炼了 没错 爸爸 我会去锻炼 明天 祝爸爸 你现在就应该开始锻炼了 哦 别担心 爸爸 我会来帮助你的 哦 那好吧 佩琪 你负责监督我减肥 我该先做什么 首先你需要做一些俯卧冲 简单 一 二 很好 爸爸 现在我希望你做 做一百个俯卧冲 做一百个 没错 来吧 孩子们 来帮我做午餐吧 我也来帮忙 不行 爸爸 你还有一百个俯卧冲要做呢 哦 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猪妈妈佩琪和乔治在厨房里做午餐 猪爸爸还在做她的俯卧冲 看来爸爸他很努力 九 十 是的 但是我希望她不要太逞强了 十二 让我去看看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我说爸爸 你怎么偷懒呀 你现在应该在做俯卧冲才对 哦 嗯 因为电视里的节目很有趣 调皮的爸爸 也许猪爸爸用我的动感单车练习 效果会更好 啊 这个看上去不错 我可以一边骑这个 一边看电视不是吗 不行 太吵了 这个东西实在太吵了 我听不到电视的声音 但是你一定要瘦下来才行 我想到了 你可以来骑我的自行车 是的 这样你还能呼吸新鲜空气 猪爸爸要骑佩奇的小自行车 听好了爸爸 这个是踏板 这个是刹车 这个是零 这是什么声音呢 哇哦 救命 哇哦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怎么这么吵啊 你们看看地上怎么那么乱呢 一不小心就会被绊倒的 确实有人被绊倒 受伤了呢 哦 糟糕 可怜的猪爸爸 来吧孩子们 我们来整理一下房间 但是妈妈 我们现在在玩玩偶和恐龙呢 整理干净后可以再玩 可是这些都是乔治弄乱的呀 是这样吗 那这条肯定是乔治的漂亮裙子咯 不是 哈哈哈 好吧 可能有一些是我弄乱的 哈哈哈 好了 我来帮乔治整理 而妈妈帮佩奇整理 我们来个比赛吧 女伤队和男伤队 是个好主意 让我们来看看谁先完成 好了 准备 开始 哈哈哈 我们要赢了 你们是赢不了的 哈哈哈 好了 哦 这是什么 是泰迪 我们到处在找你呢 快点佩奇 我们把泰迪 放进你的筐子里 哈哈哈 好了 现在该整理书了 哈哈哈 这样就好了 哈哈哈 瞧瞧我找到了什么 恐龙 没错 没错 是一本恐龙故事书 这本是乔治的立体恐龙书 哦 哈哈哈哈 這個 是一头霸王龙知道吗 霸王龙 好棒 哈哈哈 说得对 哦 这头恐龙叫雷龙 这是雷龙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对没错 乔治 你想不想玩攀登架 攀登架非常高 乔治不喜欢爬这么高 哈哈哈 对不起乔治 我们一起去玩滑梯吧 好耶 玩滑梯 哈哈哈 佩奇喜欢玩滑梯 大家都喜欢 爸爸爸爸 看好了 准备好了 走 哦 呜 呜 呜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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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ss 强 距 你说 日子 这可有点高啊 好吧 我来帮你一下 哦天呐 这对乔治来说有点高 别担心乔治 我和你一起滑下去 爸爸 你个头太大滑不下去的 才不会乃佩奇 不会有问题的 往后站 准备 好了 走 爸爸卡住了 有什么好笑的 这看起来非常的好笑 爸爸 我想也许真的很好笑 我们得帮你推下去 爸爸的肚子就像一个抽气成宝 乔治喜欢在爸爸的肚子上跳 乔治再也不怕 我要把墙弄坏了 爸爸 我需要一把锤子 一颗钉子 往后站 孩子们 好好欣赏工匠的本事 猪爸爸要把钉子钉进墙里面去 别把墙弄坏了 爸爸 不用担心 佩奇 小菜一碟 哦 墙不应该这样的 墙被爸爸弄出了好几条裂缝 哦 爸爸 你把墙给弄坏了 只是几条小裂缝而已 照片会遮住他们的 像这样 我还是可以看见裂缝 爸爸 是啊 那我把钉子拿出来 把裂缝填上 别把家里弄乱了 呵呵 不用担心 佩奇 哦 要拔出来了 哦 哦 爸爸 现在你是真的把墙弄坏了 嗯 你觉得妈妈会注意到吗 呃 是的 我觉得她会注意到的 呵呵呵呵 快来 乔治 呵呵呵 你们俩在做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你 爸爸 呵呵呵呵 哦 猪爸爸必须得在妈妈回来前 把墙修好 麻烦给我快砖 呵呵呵 首先 爸爸要用砖堵上大洞 呵呵 哈哈 呵呵呵 呵呵 呵呵呵 呵呵 呵呵呵 呵呵 呵呵呵 接着 猪爸爸把水迷糊在砖上 呵呵呵呵 笑 小菜一碟 最后把墙粉刷好 呵呵呵呵 哈哈哈哈哈 呵呵呵 哈哈哈 哼 她们不花蓄和水迭糊在之前 还是冷不冷啊 暖暖得很舒服 Jerome ultimately 冷不冷 зна 哦 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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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哇哼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嘿嘿嘿 嘿嘿嘿 哈哈哈 开始的猪爸爸 应该破够了吧 爸爸 我真喜欢在海边玩 佩奇和乔治很喜欢海滩 大家都喜欢海滩 佩奇 乔治 你们想玩水桶和铲子吗 是的 想玩 妈妈 爸爸 爸爸 我们可以把你埋在沙子里吗 这个 求你了 爸爸 哦 好吧 太棒了 佩奇和乔治把猪爸爸埋在沙子里 慢慢来 好了 现在你跑不了了 爸爸 我的头有点热 帮我戴草帽吧 那样的话 你得说请才行 请帮我戴草帽吧 当然可以了 爸爸 这样就好了 也许我可以在这里小睡一会儿 乔治 我们来搭沙滩城堡吧 佩奇和乔治开始搭沙滩城堡 首先把沙子装进桶里 就像这一样 然后把水桶放个根儿 轻拍一下 把桶提起来 嘿 变出来吧 一座沙滩城堡 嘿 变出来 另一座沙滩城堡 佩奇 乔治 该回家了 千万别落下东西哦 嘿嘿嘿 你不用担心 你好 乔治 你见到蜘蛛了吗 那简直太吓人了 赶快把它拿走 你没有必要这么害怕 佩奇 蜘蛛都非常非常的小 它们不会伤害你 别担心 爸爸会把它拿出卧室 哦 它长得还挺大的 我下去叫妈妈上来 猪妈妈 嘿嘿嘿 你好啊 瘦天先生 佩奇现在没那么怕了 她喜欢待在我的玩偶房子里 你们好 孩子们 听说你们找到一只小蜘蛛 我过来把它拿走 这样你们就能玩了 妈妈 我给它取了个名字 叫瘦腿先生 哦 瘦腿先生个子挺大的是吧 嘿嘿嘿 佩奇和乔治喜欢蜘蛛 嘿嘿嘿嘿 晚安 乔治把蜘蛛放在床上 不要啊 乔治 他还想喝茶呢 我猜他现在还不想睡觉 你觉得饿不饿呀 瘦腿先生 想要吃一点蛋糕吗 佩奇现在不再害怕蜘蛛了 妈妈 爸爸 请坐下 不如我们大家都来和瘦腿先生 一起喝茶吧 谁要喝茶吗 我要喝 我也想 太美味了 佩奇最喜欢筹办茶会了 嘿嘿嘿嘿嘿 这是你的茶瘦腿先生 你说什么 你想和我爸爸打个招呼 你好啊 猪爸爸 哦 天哪 可以了 佩奇 让瘦腿先生喝茶吧 你不会觉得害怕吧 爸爸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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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不怕了 哦 嘿嘿嘿嘿 不要这么近 哦 哦 哦 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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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乔治 二 三 四 洋葱来了 非常好 清单上的东西几乎都有了 清单上还有一种东西 一棵植物 清单上有吗 哦 不对 乔治 清单上的最后一种是水果 没关系 乔治 水果由你来选 水果在哪里 在那边呢 那边有苹果 橙子 香蕉 还有一只很大的西瓜 想吃什么水果 乔治 苹果吗 买橙子 买香蕉 一只西瓜 这里是收银台 所有的食物都在这里付钱 有番茄 毕大利面 洋葱 西瓜 巧克力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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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清单上的吗 佩奇 是你把巧克力蛋糕放进推车的吗 不是的 妈妈 乔治 是你把巧克力蛋糕放进推车的吗 不是 哦 也不是我放的 是谁放的呢 呃 我觉得佩布丁吃不错 是你煮爸爸 哈哈哈 淘气的爸爸 对不起 但他看上去真的很好吃 看上去确实不错 就假装这也在清单上吧 巧克力蛋糕 好棒 哈哈哈 猪爸爸准备要表演魔术了 佩奇 记住你要说的哦 女士们先生们 现在有请传说中的神秘人 好的 爸爸 好 女士们先生们 呃 有请神秘的爸爸 好嘞 我的第一个魔术是 变变 变变变 哇哦 是泰迪 我的下一个魔术 我需要一位观众帮个忙 哇 哇 我只需要一位 小女孩 你是第一个举手的 告诉观众你的名字吧 我叫小杨苏西 好的 苏西 这里有三个球 一个红色的 一个蓝色的 和一个黄色的 好的 当我转过身去的时候 你要悄悄地在这儿选一个球 好的 你选好了吗 是的 变变变变变 你选择了黄球 不是 呃 变变变变变 蓝球 不是 变变变变变 红球 是的 是红球 好耶 糊涂的神秘爸爸 你把三种颜色都说了 小声点配齐 别让别人知道 还想再看一个魔术吗 是的 想看 闭上眼睛 不准偷看哦 跟着我念咒语 变变变变变变 变变变变变变变 睁开眼睛吧 哦 好棒 我的香蕉生日蛋糕 你好 我是佩奇 你好 我是佩奇 你好 我是佩奇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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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呵 我们该拍一点新东西了 我知道 你先离开这房间 我们会拍段影片给你看 先出去嘛 猪爸爸在厨房里等的时候 猪妈妈佩奇和乔治正在拍摄影片 嘿嘿嘿 不许偷看哦 猪爸爸 嘿嘿嘿 我们三个都得出镜 乔治 你想第一个来吗 拍好了吗 我可以进来看影片吗 完成了 你可以进来了 乔治和佩奇都拍了一段影片 那我们先来看看乔治的影片吧 恐龙 乔治假装自己是一只恐龙 这真是一只很吓人的恐龙 哦 天呐 乔治吓坏了 不要害怕 乔治 电视上的那个不是真的恐龙 是你啊 恐龙 我们来看看佩奇的影片 哦哦哦哦哦 你那样是在模仿谁呢 大家好 我是猪爸爸 哦哦哦哦哦 原来是这样啊 你们看呀 我的肚子非常大 那是因为我平时吃了太多的饼干了 哈哈哈哈 我的肚子可一点也不大 但我喜欢饼干是真的 而且你越吃越多 你的肚子就越变越大 哈哈哈 猪爸爸把电脑修好了 好啊爸爸 嘚운�ン 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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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ts Аト 刚才说我们待会儿可以玩 那就可以了 但是我不知道游戏光盘在哪里 实在太好了 现在轮到我了 现在该我玩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 原来猪爸爸把电脑修好了 我也可以这么做 佩奇想学乔治 但是他太大了 被卡住了 我拿到球了 佩奇 现在你来做中间的小猪 乔治接住了 好 接到了 乔治 你来做中间的小猪 乔治 接住了 接住球 乔治 接住 乔治 乔治 接住 球要过来了 乔治 天哪 佩奇 你不该这样动乔治 对不起 乔治 这是什么声音 爸爸 乔治太小了 没法做中间的小猪 我觉得它足够大了 不是的 不是的 爸爸 你看好了 接住 乔治 好 这真不公平 很公平 我只不过是帮了乔治一下而已 妈妈 你能不能也帮我一下 当然可以了 佩奇 让给我 乔治 接住了 乔治 佩奇 喜欢玩街球 乔治 也喜欢玩街球 大家都喜欢玩街球 我们到楼上爸爸妈妈的卧室里去看看吧 佩奇 佩奇 和乔治 开始在爸爸妈妈的房间里找 乔治 你要小心一点 别把东西碰倒了 这一点都不好笑 佩奇 找了枕头底下 但是爸爸的眼睛也不在那儿 乔治找了爸爸的拖鞋 但是眼睛也不在那儿 我们去浴室看看 佩奇 佩奇和乔治开始在浴室里找 眼镜不在浴缸里 哦 眼镜也不在马桶里 嗯 这眼镜也太难找了 佩奇和乔治就是找不到爸爸的眼镜 哪儿都没有 我们全都找过了 但是哪里都找不到爸爸的眼镜 哦 糟了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看来我以后只能适应没眼镜的生活了 如果我走得慢点 我不会撞到东西的 你们快看 眼镜就在这里 我说猪爸爸 原来你一直都坐在眼镜的上面 哦 迷糊的爸爸 怎么会跑到那儿去的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 虽然你的确是有一点点迷糊猪爸爸 但至少你不会再焦躁了 我可从来没有焦躁过 在上下摇晃你的手臂 还要把舌头伸出来 现在呢 把眼睛闭上 再快速地转圈圈 要做三次 佩奇的新办法还是不管用 乔治现在还在打嗝 我知道了 想要治好打嗝 那你就必须要受到惊吓才可以 乔治 我要来吓唬你了 但是你要记住 这只是一个游戏 是为了让你不再打嗝 一定要记住哦 我只不过是假装来吓唬你 佩奇 和乔治玩的时候不能这么粗暴啊 他还那么小 对不起妈妈 我只是想让乔治能够不再打嗝 乔治的打嗝治好了 这是爸爸来了 带来了两杯果汁 乔治 你喝得那么快 等一会儿又要打嗝了 不过我可比乔治要大多了 所以我可以想喝多快就喝多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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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在自行车上装辅助轮了 你没有它们能骑好吗 是的 好的佩奇 那就把它们拆掉 猪爸爸把自行车后面的辅助轮拆掉了 你确定你骑自行车时可以不用辅助轮 是的 可你之前从没试过 我可以的 我可以我可以 一点都不好笑 没有辅助轮的自行车挺难骑的 需要帮助吗佩奇 当然需要爸爸 那好吧 准备好 做好了 骑吧 不要放手啊爸爸 别担心 我会保护你 你做得非常好 佩奇 抓紧了爸爸 你继续踩踏板 佩奇能自己骑自行车了 不需要辅助轮了 爸爸 你怎么放手了 你已经一个人骑了很久了 知道吗 真的吗 你真的骑得很好哦 佩奇 是吗 哦 我真的做到了 看我 快看我 我真的会骑两轮自行车了 达尼 苏西 瑞贝卡 你们看我再也不需要辅助轮的帮助了 你们看呀 好吧 我们比赛骑到南瓜那里去 来啦 小心 小心 我的南瓜 我马上就要赢了 佩奇没有看前面的路 哦 哦 糟糕啊 佩奇把猪爸爸的南瓜给撞碎了 对不起爸爸 我把南瓜招碎了 我把南瓜招碎了 佩奇 谢谢你爸爸 猪爸爸开始放风筝了 好耶 呵呵呵呵 呵呵呵呵呵呵 再高一点儿 猪爸爸放风筝的技术非常好的 没错 放风筝我可以算专家了 小心 那边有些树 小心别把风筝卡在上面了 别担心 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哦 糟糕 朱爸爸的风筝卡在树枝上了 哦 糟糕 不用担心 乔治 爸爸会把风筝拿下来的 是的 别担心 小心点 那有一个大泥坑 佩奇和乔治就喜欢在泥坑里玩 我们能跳到泥坑里吗 求你们了 不行 我可不想你们浑身都是泥 哦 哦 往后站 孩子们 一定要小心点 朱爸爸 哦 我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 哦 哦 一定要当心啊 哈哈哈哈 你还要再往前一点 爸爸 嘿嘿嘿嘿 不行 朱爸爸 你太重了 那根树枝撑不住的 你这是在胡说 我知道我自己究竟有多重 够到了 嘿嘿嘿嘿 朱爸爸够到了树枝上的风筝 哦 哦 也许乔治还太小了 没法拉手风筋 爸爸 那个盒子里面还有其他什么乐器吗 只有耗角了 我能试试吗 可以 但你得使劲地吹 哦 哦 这个声音好像不太对吧 这个太难了 哦 我记得我以前好像吹过这个 这个声音也不太对 呵呵呵呵 也许这个需要像我这样强壮的人来吹才行 哦 哦 这个声音还是不对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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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奇说得对 可能真的没人能吹好的 没关系的 朱爸爸 你只需要拉手风琴 哦 你拉得非常的好听 哦 呵呵呵 我的手风琴拉得确实不错 即使只有我自己这么说 那我来拉我的小提琴 那我来打我的鼓 朱妈妈拉起小提琴 朱爸爸拉起了手风琴 佩奇打起了鼓 但是乔治该用什么乐器呢 乔治在吹那只号角 妈妈吹不了那只号角 爸爸也吹不了那只号角 而我也没有办法吹响它 但是乔治吹响了 嘿嘿嘿嘿 很多工作要做呢 喂 你好 啊 是这样的 做这个再做那个 不用了 谢谢你 再见 看来佩奇很喜欢装扮成猪妈妈 但是乔治觉得有点无聊了 对不起 猪爸爸 我很快就好了 好了 完成了 走吧 猪爸爸 现在该轮到你去干活了 再见了 猪妈妈猪爸爸 再见了 猪爸爸在花园里挖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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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佩奇 你好 乔治 我不是佩奇 我是猪妈妈 这一位是猪爸爸 猪爸爸 他是来这里干活的 猪爸爸 穿着你最好的衣服在花园里挖坑呢 猪爸爸 我也想发出这么响的声音来 大家来吃冰淇淋 有冰淇淋吃 佩奇 乔治 在吃冰淇淋之前 得先把脏衣服给脱掉 我是猪妈妈 而这一位是猪爸爸 哦 你确定吗 我确定 那么 佩奇和乔治上哪儿去了 我们也不知道 真是可惜啊 我给他们拿了最喜欢的冰淇淋 但如果找不到他们的话 我们在这儿呢 佩奇 乔治 你们在这儿啊 是的 妈妈 我们是在假装我们是妈妈和爸爸 你们真的骗过我们了 永远都不想把他们脱下来 洗澡时间到了 但佩奇不想脱下新鞋子 穿着她洗澡 佩奇换上了睡衣 但新鞋子还是没有脱下来 佩奇甚至还想穿着新鞋子睡觉 佩奇 你真的不把鞋子脱下来吗 我永远都不想把鞋子脱下来 妈妈 那好吧 晚安 佩奇巧智 晚安了 妈妈 晚安 爸爸 晚安 我的小家伙们 下了一整夜的雨 现在花园里很潮湿 猪妈妈穿着靴子 猪爸爸穿着靴子 乔治也穿着她的靴子 佩奇却还穿着她的新鞋子 乔治在潮湿的草丛里玩 哦 糟糕 佩奇也喜欢在潮湿的草丛里玩 但她不想把新鞋子弄湿 我不能在潮湿的草丛里玩 乔治 哦 乔治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佩奇也喜欢在泥坑里玩 但她不想让新鞋子粘上泥 嗯 猪妈妈和猪爸爸 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大家都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佩奇要去哪儿 佩奇穿上了她的靴子 佩奇穿上了她的靴子 如果你要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一定要穿上靴子哦 老虎喜欢把它们自己舔干净 但有的时候老虎高兴了 它们会这样 还这么好啊 我的天哪 你们都变成老虎了 我还在教它们怎么做一只老虎 那接下来你们想做什么呢 恐龙 说得没错 我们要帮乔治找到恐龙气球 你们每一个都有气球 好棒 你好 羚羊夫人 请给我几个气球好吗 当然可以 我们这里有很多不同的气球 能不能给我一个大象气球 好的 给你配齐 我要一个袋鼠气球 我要一个狮子 我要一个猴子 一个鹦鹉 谢谢你 好的 这些我都有 还有最重要的是 我们还要给乔治一个恐龙气球 哦 天哪 真的很抱歉 我这里好像没有恐龙气球 哦 别担心 乔治 我有主意了 给我们两个长的气球好吗 好了 大家看好了 猪爸爸准备要怎么摆弄这些气球呢 好了 大家猜这是什么呢 这个是不是袋鼠 不是 它是恐龙 说得没错 这是一只恐龙 猪爸爸真的做了一只恐龙气球 恐龙 我们去玩充气城堡吧 佩琪喜欢在充气城堡上玩 大家都喜欢在充气城堡上玩 猪爸爸 佩琪和乔治在装饰客厅 这个真好玩啊 猪爷爷和猪奶奶也来为猪妈妈庆祝生日 生日快乐 猪妈妈 你为什么不到屋子里去 我还不能进去 猪爸爸 佩琪和乔治在秘密地为我生日做准备呢 你真贴心 一会儿见 再见 妈妈 你现在想不想进来呀 我很想进来 闭上眼睛 眼睛要一直闭着 妈妈 一 二 三 睁开眼睛吧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这可真是一个惊喜啊 快点吹蜡烛吧 然后许个愿 妈妈 妈妈你打开你的礼物 你能猜出来是什么吗 我猜不出来 我猜不出来 你打开看看吧 原来是一条漂亮的裙子 哇 你好漂亮啊 妈妈 现在穿着漂亮的衣服一起出去吧 这是什么 两张戏剧演出的票 今晚的 谢谢你 猪妈妈最喜欢去戏院了 猪奶奶还有我会帮你们在这里照顾好小家伙们 真是个美好的生日 我想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妈妈了 也是最漂亮的妈妈 谢谢大家